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2020秋季台北全国长青田径国际邀请赛 花莲县代表队的成绩相当的亮眼 其中女子组第六度夺下团体总锦标冠军 残联了六年霸 24号特别来到了县府拜会县长徐真卫 和花莲相亲一起来分享获奖的成果 花莲县田径总执行教练执行长许实施表示 很感谢总领队 花莲县长徐中尉 副总领队原民处长陈彦春 田径委员会主委政治兼长青组长林友志 长期关心田径运动发展以及选手 而这次参加了2020秋季台北全国长青田径锦标赛 荣获了14金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 为了分享这项喜悦 长青田径对一星人也前往花莲县政府 来感谢县长徐中的支持 县长徐中有办法荣一奖状 来感谢田径选手们的复苏和努力 我们的隔离市场这边是18斤 我们7斤 这边是24斤 徐老师这边24斤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努力 我们还是要努力 因为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分享花莲的动力和活力来自于全民 全花莲 花莲县为什么幸福 因为即便是你在中午的时候大街上 马路上看到都没有人 可是社区发展协会搞不好在开会 还有我们农村在生 我们这个农村在生的这个小组会议 或者是真能赔利会议 或者是我们这个故宫过料的会议 都在进行 都在为自己的家乡 为自己的村林部落在努力 不是说没有人 而是都在动 而且那个动能很大 2020秋季台北全国长青田径国际锦标赛 欢迎现代表队景机亮眼其中女子组 第六度夺下团体锦标赛冠军 蝉联六霸祖 代表队荣获24斤 食物营四童第四名两项 第五名及第六名两项夹击 最后现在许正伟 先言言李正文 原住民行政组处长钱真春 和群生们前往幸福大理堂合一留念 希望把最历史性的一刻能够记录下来 记得请欢迎欢迎收看